毛泽东 显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荣与乔·哈利戴 播讲 夏秋年 第51章 玩火险些烧身 1969到1971年 75到77岁 毛泽东声称搞文革是为了阻止苏联市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 开九大之前 他决定在中苏边境来一场小规模的可以控制的冲突 打一场胜仗 以体现对苏联的胜利 中苏边境长达7000公里 自双方交恶后摩擦不断 毛选择打仗的地点是乌苏里江上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叫珍宝岛 这个地点选得很妙 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到中西线靠中国一侧 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没什么理由 1969年3月2号 中方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伏击了苏联巡逻队 打死32名苏联军人 中方的伤亡也在50到100人之间 苏联立即运来重炮和坦克 在14号深夜打响了一场大得多的战斗 苏联导弹射入中国领土20公里 死亡人数苏联是60 中国800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 乌苏里江的中国一案 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 尽是弹坑 好似月亮的表面 苏联人显然是认了真了 苏联反击之狠 使毛泽东吃了一惊 他担心苏联会入侵 在上层内部讲到苏联打进来的可能性 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 就连苏军随后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 中方也没有反击 一个星期后 中苏间从前的热线出乎意料的响了 苏联总理科西金要找毛或周恩来讲话 这时的中苏两国已经有三年几乎连外交关系也没有 接线员不知所措 只能拒绝接通 科西金的翻译试了三次 第四次被接线员臭骂一顿 毛考虑到此举会进一步激怒科里姆林宫 第二天 当中方发现苏军往珍宝岛方面移动时 他立刻要外交部通报苏联 中方准备进行外交谈判 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不想打仗 毛最怕的是苏联在他开九大时来个突然袭击 九大还有十天就要在北京开幕了 他不能不出席 九大直到结束才对外宣布 其保密状态前所未有 1500名代表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就像被监禁在驻地 大门紧闭 一律不许外出 电话全部撤销 临街的窗户不得打开 还要拉上窗帘 去人民大会堂会场时 代表们坐的车在市区里先兜一个大圈子 再从侧门分散开进院内 人隐蔽地从遍门进入会场 4月1日开幕那天 天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的正门像平常一样空空荡荡 好像没事一般 会堂向外的门窗被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 使人影灯光透不出去 毛的提防不是没有道理 几个月后的8月13日 苏联选择了对他有利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 派大批坦克装甲车深入到中国境内 把一支中国边防部队包围起来后全部歼灭 莫斯科还考虑过用原子弹袭击中国的核设施 为此探寻了美国政府的态度 忧心忡忡的毛打破自己定的 不同苏联高层来往的方针 同意科西金1969年9月在河内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 归国途中来北京 苏联总理被陷于待在飞机场 去机场跟他会面的周恩来 开门见山就提苏联对中国核基地施行核打击的问题 但他没能从科西金那里得到苏联不会动手的保证 一周后 周再次给科西金写信 请他确认中苏双方同意互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 苏联总理的回信有意不确认周所说的默契 这时 一家伦敦报纸刊登了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 路易斯前不久刚访问了台湾 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苏联派赴台湾的使者 路易斯文章里说 克里姆林宫讨论了空袭中国核基地的问题 同时还有计划帮中共换领导人 毛紧张万分 10月18号 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要来北京进行边界谈判 毛和中共核心怕飞机再来的不是谈判者 而是往下扔的原子弹 毛跟林彪在苏联飞机到来前便远走高飞 毛15号去了武汉 林17号去了苏州 18号那天 林彪连平常的午休也不休了 自始至终跟踪苏联飞机的航程 直到北京报告 看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 他才放心的去睡午觉 周恩来留在北京坚守阵地 搬进了市郊西山防原子弹的军事指挥中心 他在那里待到1970年2月 江青也待在西山 也许是监视周恩来吧 在这一场持续近四个月的战争风险中 整个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疏散了94万多人 4100架飞机和600多艘舰艇 全军重新开始了自文革以来处于停滞状况的军事训练 中南海被挖了个底朝天 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 这个洞由一条可并行四辆汽车的绝密通道跟天安门 人民大会堂 林彪住宅毛家湾 专为毛和其他领导人设立的305医院连接起来 一直通往西山的秘密军事中心 全国老百姓也被组织起来 在城市里大挖防空洞 耗资之巨就不必说了 毛因打错算盘带来的这场战争风险 让中国人又一次大受折腾 这场虚惊之后 毛回到他根深蒂固的信念 没有哪个国家 包括苏联 真会发疯到想侵略中国 为了保险 毛跟苏联人拉关系 1970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特意跟苏联的边界谈判代表打招呼 说他希望跟苏联做友好的邻邦 很快大使级关系恢复了 新的苏联大使几个月后来到北京 苏联袭击的可能性更加遥远 仗打不起来 但毛继续在国内大搞备战 原因是备战的空气有利于加紧搞军事工业 当军事大国称霸世界 仍然是毛念念不忘的梦 文革大换班后 他强调以战备为刚 高速发展军工 仅核工业建设一项 1971到1975年的投资总数就规定为前15年投资的总和 而这时 中国人均收入比贫困不堪的索马里还低 中国人均热卡消耗量比30年代还少 林彪等人顺着毛的意思提出大增军工投资 什么比例不比例 要比洋人还要洋 那时 中国在进口粮食 江西的新掌权者程世青将军 知道毛希望把这笔钱花在军工上 就提出不用进口粮食了 每年需要的粮食由江西包下来 这意味着江西上交的粮食将增加六倍 江西老百姓已经是喘息在生存线上了 这样一来 他们怎么活呢 只要能讨毛的好 新掌权者是什么也不顾的 政治基础巩固了 军事工业可以腾飞了 毛心情舒畅 1970年8月 他第三次上庐山 开九届二中全会 为下一届全国人大做准备 制定经济计划 从闷热的平原驱车上山后 他迫不及待的想游泳 一到驻地就脱下衣服 一头扎进水库 警卫劝他说水太凉 他出汗太多 他也不听 在年轻人都起鸡皮疙瘩的冰冷的水里 他一连游了半个多小时 有说有笑 连说好舒服啊 毛76岁了 身体是出奇的健壮 胃口好的令厨师和管家精服 他还能继续倒海翻江 但就在这时 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 毛泽东和林彪闹翻了